我就知道还有第二部 逆梦师和白莲教的较量又开始了 今天是玩山海旅人2的呆萌版 民俗啊神怪类的游戏 我是比较喜欢的 逆梦师七云这会儿跟地府的牛头下象棋呢 七云号教朋友啊 也是职业使然的 但这些个朋友 一个能晒太阳的都没有 这会儿来一小孩叫明星 驱魔画轴的化身呢 来叫七云 灯节要开始了 你看这地狱里头还有灯节 丰富一下这些鬼子精神文化生活 灯节七年才一次 明星还给七云预定了驱魔铃铛 这铃铛七云可惦记太久了 这玩意他限量 全球就那么几个 那一路上看着小鬼都玩花灯呢 边上蹲着一个还许愿呢 下辈子实现吧 那这辈子确实是没机会了 那下辈子你也得记得住啊 溜溜答答俩人就来到了鬼市了 鬼市这个怪呀 老人身卖乌鸡山参汤 强身健体十全大补 说白了这不就自己洗澡水吗 来到货郎这儿 这位脸蓝袜袜的 掏出明星预定的铃铛 还介绍呢 有蕴含浮膜之力的铃铛 这年头没几个道士用铃铛了 可顿找啊 卖五十精神 那喜欢就买呗 货郎提醒 这铃铛是从墓里头找来的 七云先生要是用 最好先找黑无常检查检查 开个光 好啊 这顺道的事儿 随便逛逛吧 有一位大脑瓜子尖尖嘴 脑袋上套个笼子 七云站旁边看着 这位说话了 看什么看的 没见过六鸟的 六鸟的见过 自己遛的头回间 一扫天黑无常在净魂池呢 去吧 黑无常是个胖子 这一胖啊 确实就不吓人了 看着净魂池自言自语 他可从来没出过差错 希望只是我眼花了 这是乔叔不对劲来了 七云打了个招呼 掏出牛头 拜托转交的账本 黑无常接过账本说 两位随意参观 我去送个账本 一会儿回来 鸣心很兴奋 头一次见到净魂池 七云四处溜达 听见有人说话 破铃铛没声响 傻瓜蛋嘎嘎嘎 往那一瞅 原来是只鸣鸦 这鸣鸦继续说 被骗了 破铃铛嘎嘎嘎 傻瓜配破烂 七云不乐意了 摇晃铃铛驱赶鸣鸣 哪只铃铛这么一摇晃 净魂池变成紫色的了 虽然这是在地府里 周围还是一下子阴下来了 七云感觉喘不上气 明星一看气氛不对 跑过来立马结了个阵 净魂池直冒黑烟呢 着了是怎么着 这黑烟来势汹汹 不多时这个阵就裂了 抵挡一会儿还行 时间长了 明星元气就要耗尽 这时黑无常回来了 还是黑无常厉害 强行把这黑烟控制住了 七云早就喘不上气来了 眼前一黑 再睁眼在书房躺着呢 卖铃铛的货郎在旁边站着 忧心忡忡 七云睁开眼就问明星在哪 货郎想了半天说 五十斤石我退您吧 再送您十张福祉 我真不知道那铃铛做了手脚 好家伙 铃铛的事 跑出去找明星吧 外头大厅大小鬼族都在 不见明星 只见中间的石台上一个卷轴 被烧出窟窿了 原来那黑烟是怨气 明星被怨气亲事 变回了卷轴 都在揣测着无穷无尽的怨气 哪来的 白无常开口了 人间下口怨气之源 第一步是白连教搞鬼 第二步他们也跑不了 黑无常说 这事只能是七云去解决 但此一去凶多吉少 白无常又说 灵当法器震魂驱魔 人家白无常是一句废话没有 黑无常把灵当掏出来 说已经开过光了 可以震魂驱魔 拿起防身吧 七云为了救明星和各位道别 使用传送阵打一口枯井就来到了人间 他要前往下口村 地图从原来的横板变成现在的2.5地视角 七云周身环绕的应该是那个灵当 路上有野怪了 七云可以用灵当进行攻击 好啊 他这玩法丰富了 路边这朵小花可以交互 哦 采集系统也有了 采集的物品背包里可以查看 看这个界面还能学习技能旁边有个护心锁 这么一瞅提升自身属性的七云也能变强了 我很欣慰啊 野外还有宝箱单击一枚 这也是要修仙的 四处乱走 结果碰上野猪王了 从这个说话能看出来 野猪王也是被白莲叫妖人陷害 七云现在只能用这个像悠悠球似的灵当攻击 野猪王的攻击倒是花里胡哨 坠落呀跟踪啊都有 游戏刚开始就碰见boss 这合理吗 一定是走错路了 绕来绕去 只瞧前面 气氛不对 红伞飘飘落地 变出一大姐姐了 结果这位是来放狠话的 呀 我们家大人可为你准备了很多礼物 七云也放狠话 跟你们大人说 敢伤害本逆梦师身边的人 只会有一个下场 这大姐听完刷的一下不见了 山坡上这个人阴草里鬼事见过 泡花山水花 七云打他那买了一张地图 走着走着 前头土地庙 哎呦我现在看上土地庙可太踏实了 七云走过去激活土地庙 哎这地方灵当可以升级 休息一下状态就恢复了 还能召唤土地合成丹药 还有一个传送功能 这土地庙的功能大差不离 前面就是下口村 进去一瞧 干了没活人 男女老少死了一地 还有挂树上的任务 来了开启逆梦 村庄被怨气污染 调查下口村事件 开启逆梦之门 挨个调查吧 每一位都有关于这个事件的一段记忆 原来大家都集体死这儿 是因为祭祖 有人往酒里下了毒 然而下毒的这位记忆 跟其他人有所不同 左手牵着小孩 找到那个红伞的大姐姐 大姐姐旁边站着一个道士 投毒的这位说了 土话大人人带来了 您行行好 我们的债可以一笔勾销了吗 看来这个是让人捏着把柄干坏事呢 这具体死的都是谁呢 有记组名单 按照座位 按照线索一一对应上 逆梦之门打开了 进入回忆任务 在回忆状态中收集感知 来影响人们的选择 想办法阻止投毒事件 传统技能啊这是 这位正要投毒 同一时间还有谁在附近呢 这边有一男的让老婆赶出来了 不知道该干点啥 还有就是男孩小安无精打采 这就是投毒者送出的小孩啊 姐姐心思怎么逗弟弟开心呢 看看附近都有什么感知 首先是美酒 还有蒸笼 再来就是木马 玩具感知 还有一个枸杞感知 姐姐想逗小安开心 只能是木马了 注入木马感知 小安的姐姐跑去拿木马 就眼瞅着这老头偷毒 事情败露了 所有人都没死 所有人都声讨这个投毒者 这会儿红伞大姐姐出现了 说呀不愧是逆梦师 小安是选中之人 我得把他带走 红伞凌空飞起 所有人都被控制住了 红衣大姐姐撸走小安 大木地面裂开 红伞大姐姐跟坐降落伞似的 下去了 骑云追吧 古墓里各种机关随处可见 遭遇了野怪的群体攻击 刚开始玩还挺容易死的 会在不远处复活 还是挺人性的 消灭了野怪 旁边一骷髅 看着装是道士 留下字条 一切恶事都是白莲叫做的 在尸体上获得一新技能 傀儡服能让尸体和自己同步移动 旁边就有一僵尸 使用傀儡服果然跟着移动 之前一碰就掉血了树枝 僵尸可以挠掉 僵尸可以利用发光祭坛落脚 挪来挪去 激活了将军雕像 能喷火呀 消灭了变异的士兵 顺着路一路往上走 都是石坛 都躺着小孩 跟实验室似的 左瞅右瞅 没有小安 再往里看 树枝盘绕的石坛上 小安在那躺着呢 红衣大姐姐正要是真 七云大喝一声 住手 红散大姐姐扭头对付七云 是暴死战 土工大招都有 七云为了活命 整场的跑啊 打败了红散大姐姐 呆萌白也就到这了 相比较第一步 玩法更加的丰富了 主角有成长 技能也多样化 自由度自然是变大了 我表示很期待 希望正式玩快快出来啊 我是王凯 我们下条视频见